今天呢就是一桌的懶人衣橱 就是咱們固定衣服的穿法 那我今天選擇的單品就是 針織加半裙 比如說如果你日常穿搭就是 針織加半裙會比較多的話 我們可以固定都是針織類型的上衣 然後下半身的裙子就可以隨便換 咱們今天搭的是一個裙子 你看同樣針織同樣半裙 但不同的感覺 你看哦同樣在單品不變的情況下 我們再換一個下半身也OK 就會覺得說我穿不了硬花 但我有這類型的裙子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對然後你看哦我們在穿這個衣服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這樣塞進去 反正這個邏輯的成立就是在於 我們在基於一個單品的時候 換一個不同的顏色它還是成立的 其實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這個方法呢 它最合適的就是如果我們是穿搭小白的話 那我就把我的舒適區習慣性的穿法 固定住換顏色 其實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這些呢 是希望我們在自己的舒適圈裡面 換一種不同的感覺 比如說牛仔褲加一個紅T 對吧 你會發現今天自己的感覺就很不一樣 我們同樣的示範 我們同樣的感覺 是另外一種感覺 我們bild